三叉在这里 三叉在这里 民进党基隆立委参选人 曾文廷议员与市议员许内慈 武化家及陈宜张次浩等人一起 秀出棒球外套 棒球帽及Polo3等竞选小物 在赖清德与曾文廷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前夕 担任竞选总部主委的 立法人蔡思义 特别召开记者会与组织总干事 张浩涵议员共同说明活动 相关内容与包含多位政坛 大咖的助讲名单 另外蔡思义也与文宣 召集人市委这议员 公布五项竞选小物 及三组政治现金捐款账户 欢迎民众与实际行动相挺 赖清德总统 曾文廷立委 基隆联合竞选总部 我们在1111 也就是11月11号 这个星期六下午13点 下午1点13点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成立的竞选总部 那在中世路校医路路口 在这边思义应 期待我们的基隆好朋友 一起来给赖清德 给郑文廷打气加油鼓励 由你们的站出来 让台湾的民主继续往前进 那这是第一个 今天我们开记者会 跟各位报告 那现场有许多重量级的贵宾 也会来到现场 那当然我们也准备了 丰富精彩的活动 也让大家 来做一个身心灵的饗宴 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今天 也公布了我们相关的 选举的募款的竞选账户 那包括我们赖清德总统的竞选账户 政治现金账户 以及我们郑文廷立委的政治现金账户 还有信赖之友会的捐款账户 那当然最重要是我们从昔日起 开始来贩售我们的募款小物 那刚才募款小物总共有五种 内容都非常的丰富 而且非常的实用性 那也很物操所持 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的四名好朋友 可以踊跃来购买 有你的一票 有你的小额赞助 支持台湾的民主继续往前走 周文廷则强调 除了赢得总统大选 立法人选举也相当重要 民进党希望争取国会过半 才能落实国防安全 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呼吁11月11号 所有挺台湾的基隆好朋友 踊跃站出来支持台湾队 大家都知道 国防的安全是非常的重要 国家的安定 以及民众的生存福祉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过去我们也面对过 朝小野大的窘境 许多重要的政策 国防的安全 没有办法获得确保 因此这一次国会过半 就变得更加的一个重要 因此我们期待 1111所有挺台湾 台湾队的好朋友 请大家站出来 一起支持台湾队 一起支持基隆队 让台湾的和平 安全以及稳定 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担任新来台湾自有会理事长的 国策顾问童勇表示 11月11号活动当天 中市路将进行交通管制 从高速公路进入基隆的车辆 将不能右转进中市路 提醒驾驶人注意 也邀请市民踊跃出席 一起来挺台湾挺基隆 记者陈淑平张旗腾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